国新香农会为帮助农民咖啡产业得到行销 开发出绿泡学生杯咖啡 让平时工作忙碌的民众不用花费太多时间 就能简单冲泡出一杯好喝的国产咖啡 咖啡农们肯定国新香农会行销农民产业的用心 也期望能够发挥更多创意增加农民的受益 国新香农会为了行销农民的咖啡产业 研发绿泡式学生杯咖啡 一推出就受到许多消费者喜爱 总干事叶农兴表示 学手杯的构思是希望一些工作比较忙碌的朋友 在想要喝咖啡时能够学时充泡 而且近年来国新咖啡品质都相当不错 也能够继续行销国产咖啡帮助农民受益 那国新香农会我们正在积极地推展我们国新本地的咖啡 那我们随着我们现在生活上越来越忙碌 当时我们想说咖啡要怎样彻底能够生活化 然后让每个人不敢到什么地方 都能随手来一杯非常热腾腾的好咖啡可以喝 所以我们精心来研发制作 九二绿泡杯的这样一个咖啡 那这个咖啡不管你上山下海 或者说跑到任何地方 你只要把这个绿泡杯带着 然后再用个开水 按照我的口诀 二二九跟二二五 第一个二二九就是说 这个杯子冲下去两分钟到两分满 然后就可以把它冲到九分 这样来饮用非常的好喝 可以喝出我们国新咖啡好味道 那第二次你就是一样保持两分钟 两分钟然后冲到五分满 然后你可以喝到第二次 同一杯可以喝到第二次很好喝的咖啡 所以我希望说借着这样能够推展我们国新香的咖啡 然后让我们国新香农民的咖啡 能够让我们全台湾的好朋友 能够享受到国新咖啡真正的好味道 先言林芳于肯定国新香的会用心 能够未来帮助农民产业行销 可以发出绿泡式水手杯咖啡 虽然水手杯的冲泡口感上 与正正手冲有些微距差距 但因为所使用的国产咖啡豆品质不错 绿泡出来的口感还是有一定水准 也欢迎民众有机会 也能够来品尝绿泡水深杯咖啡的风味 为了方便旅客 为了方便我们爱好咖啡者的 这一个一时所需 还有出了一款也可以作为行销的杯子 就像我们的咖啡杯里面 放了一包的这一个咖啡 让你随手随时都可以品尝到美味的咖啡 这个对于我们讲究咖啡的 这个葱泡的这些爱好者来讲 或许它的口味它的口感会差了一点 但是这个也可以说是一种行销 一种方便也是另外的一种多元的一种选择 大家不妨可以尝尝看 它除了提供方便之外 我相信它也可以让我们这些咖啡的爱好者 有另外一种的新选择 国性向农会行销农民产业一向相当用心 尤其相当的咖啡种植面积 日益增加 而这项产业也渐渐受到市场重视 为了方便喜爱国性咖啡的民众 可以用最紧便的方式 就能品尝到国性的好职位 农会希望在大力的推广下 让国性咖啡有更好的下售成绩 记者陈志国性采访报道